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间酒店的房间 加上厕所 加上衣帽间 我没有找一把尺去量度 但真的可以比换香港四百多尺的单位 非常之大又舒服 看着湖 那个湖就是七星岩的湖 有七个奇景 就是七星岩形成的奇景 每个岩石都有自己的名字 看到日出日落 真是非常非常漂亮 那张床是大到可以在这儿打关斗 那里真的挺大的 好了 说起出发 去出发的时候 现在不是经常说 空中的交通其实都很繁忙 真的没有说错 为什么呢 我一直坐个旅游巴 在香港岛 去深圳湾 就在香港岛 望上天空 南天白云那天 天气真是非常之好 秋高气爽 真是适宜去旅行 哇 真是让我看到 因为万里无云 那些飞机走过的时候 有一条这样的云带 已经有三条 接着呢 我就看到有架飞机 是打横地飞 那架飞机在打横地飞的时候 下面有一架飞机是这样飞 哇 真是香港 原来上空的交通 真是很频繁 接着上面这架 那架飞机飞了没多久 后面又有一架飞机 这架已经过去了 哇 真是 那些航空渡航员 真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香港的空中交通 真是很繁忙很繁忙 已经看到多少人 利用这个空中的交通 很快的时间 出外公讲也好 旅游也好 或者去探亲也好 什么目的也好 真是看得到 现在的发展是很快 好了 言归正主 我们就说回兆庆 去到兆庆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呢 讲一下 现在我们like不like 我挺like的 去到兆庆 为什么呢 我发觉城市很干净 那些街道很宽阔 商铺也都布置得干净整洁 你说漂亮不漂亮就各花入各眼 但起码给人有个感觉很整洁 地下就真的出乎意料 不是那么多垃圾 尤其是晚上去七星岩广场 那广场真是很大的 比我们的维多利亚公园 因为它是围着仙女湖 即是七星岩的湖 地上没有垃圾 但是有很多人 那些人在那儿跳舞 小朋友就在那儿踩路线 踩单车 有些再小一点的小朋友 两三岁的小朋友 就駕着那些电动的车 那些很漂亮 又有Benz 又有这样的车 电动的 一踩着按键 它就会闪灯 真的很漂亮 就是在那儿玩的 你看得到 当地人民的生活 其实挺悠闲 喜欢跳舞的 跳舞那儿男男女女都有的 大约的年纪 都是五十多六十岁 有些是年轻一点 有些是再老一点 即是平均 他们很享受他们 在那儿听音乐 在那儿跳牌牌舞 就是跳得挺漂亮的 再年长那些 坐在那儿聊聊天 另外跟着湖面那儿 又有些情侣在那儿拍拖 真是那个民生的生活 因为让你感觉到 其实都挺悠闲 当然那时期间 很多都放假 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的衣着 都挺漂亮的 很新潮的 很追得上潮流的 即是说 我们其实的 父母对下代的灾培 其实 无论在衣食住那儿 都照顾得很好 街道很清洁 好了 另外 就说回马路 因为我们是坐旅游巴的 旅游巴的 走那条路 因为我刚刚坐在第一 第二个位置 刚刚司机在上面 那个位置 那儿看下去 很清楚看到 全部都是六线的马路 三行是左下右上 每一步三行 就很宽阔 那些马路的线 画得很清楚 譬如最快线 是由几多米 譬如说 80至100米 它写在那里 那是什么车辆行呢 比如小型货车 或者小型客车 那最迈线 因为跟我们香港 调转的迈米 最迈线那边 反而是慢车的 那它那个慢车 它就会写明 就是60至80公里 这样非常清楚 而且那些路 譬如说 是去哪一道 譬如说 高速公路 譬如说 入去哪一个城市 哪一条路 很早 它们已经画得很清楚 而且这一条是很大 其实司机很容易看到 路牌也很清楚 这个给我的感觉 就是道路建设方面 是做得非常之好 唯一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应该要改善的 就是那些高速公路 是很长的 譬如说 我们在兆庆回出来 经过三水 去深圳 经过厚街 去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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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段路是颇长的 车程大约有三个半钟 但是没有休息的地方 譬如说 如果我们在外国 你会看得到 大约一个小时车程 左右 以80公里 时速80公里至100公里 计算 就会有一个地方 让你休息一下 喝杯咖啡 或者去洗手间 但反而那里 建设就比较少了 在那个车程里面 就是经虎门大桥那边 就会有一个服务站 国内叫服务站 但是如果是行 那条我都不知道 叫什么 行深港公路 是不是 我都不太记得了 就真的足足要行三个小时 差不多出到东莞厚街 才有一个服务站 就变成了 就真的颇长了 除非你的旅行车 手机本身有厕所的设备 如果不是 就真的对司机来说 非常良好 对乘客 乘客 乘客 乘客回 ولا去市场 都无所谓 就多保 차� foods 要坐照留 learner 但是如果司机 连续的铁撞атель 3个小时 其实比较健康 一至1小时 应该是给司机叔叔他们 停一停 就算不喝水 都可以挤脚 即是反省 tick 整个精神 这个 fucking 更阮长 不过你说说驾驶安全 我就发觉国内现在驾驶的态度 就真的好了很多 第一听不到人在那里狂跛 狂爬头 没有 大家都很跟着条线去走 尤其是我们坐旅游巴的司机 就真的驾驶态度非常之好 他从来不会去坐穿油插 他跟着条线有必要他才去爬头 而且在很安全很稳定的情况下他才爬头 那不是只是他 我看周围隔离左右的车辆 因为我坐得很近司机位 整个大熄幕 我看到其实现在那些 在国内的驾驶态度 是真的比以前好 大家其实几守规矩 就是不会说突然间就拆起来 他真的打灯 安全情况下他才去爬头 或者换线 这一道其实真是抵赞的 另外就是服务态度 现在国内的服务态度 尤其是餐饮业 餐饮业的服务态度 是改良了很多 我大敢说一句 比香港的服务态度还要好 真的 他们的态度是服务性行业 真的他是服务的 他是服务的 而且是很礼貌的 你问他拿东西或其他东西 或其他东西 很快脆 而且他经常有笑容 有笑容 你会感觉到是有亲切的 这个服务态度 远比香港好 香港现在反而 我觉得那些服务态度 是开始有少少下降 尤其是 我有一次去过IFC 有一间酒楼 在香港很出名的 是叫做中上价钱的酒楼 也有几多中上阶层的人 叫做中上去光顺 那时候订桌是说明的 12点半 订桌就不知1点多 1点半 还是2点钟之前就要交桌 这个没问题 大家都知道可以share 不要摆着桌太久 这个绝对没问题 订桌之前说明就可以了 但你情我愿 啊 惨了 不过这样 他每半个小时就走过来 你们的东西叫齐没呢 提醒你们要什么时候交桌 啊 一直是这样 好了 之后就密了 15分钟就找一个人走过来 跟你说 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滋扰的 还有呢 经常介绍你吃一些高价的东西 你不是的话 好了 又带一个来 又不断介绍 一个就介绍 一个提醒你什么时候交桌 足足就被他烦到你呢 哎呀 下次不好了 我不来了 你就算不用我交桌 我也不来了 就是那些服务态度 是不是水准下降呢 这些由大家去判断 在我自己立场来说 我就接受不了了 好了 说起服务态度之后呢 又说一下那些餐具 真的清洁了很多的那些餐具 以前呢就说大家去旅行都会摸一下那些餐具 都有一些痴痴纳纳 有很多那些讲究卫生的那些东西 自己带上消毒纸巾去 那些团就在个别情况之下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 在不同的餐厅里面 都有这样的餐具呢 那这个都是一个进步了 是不是 好了 说了这么多好 那当然有一些不好吧 你只是有赞的 有没有一些应该改善的地方 那是有的 改善的地方是什么 就真的要切切底底 希望大家都要去改善一下 就是那个厕所的卫生环境 那个厕所的卫生环境 真是不知道为什么 到现在都还是很差的 不知道为什么呢 国内的都仍是习惯 叫做去厕所之前冲水 就不是去厕所之后冲水 这个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我们去洗手间之后 我们冲水 那就干净了 留给客人用 但是就不是的 每次都是你一进去的洗手间 都是很多次子在这里 没有冲水的 还有地下是湿粒粒的 有时就直接没有水 这个就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 那另外就还有 还看到有人是随地吐痰 这个国民教育 我想真的要给点时间了 希望下一代 那个教育普及的时候 就会没有 因为其实这样是很影响卫生 是没有人串字 但是仍然有人吐痰 这件事情真是不知道为什么 另外在爱护文脈那里 就真的应该还做多些公民教育 好像我导游带我们去看宋城 宋代一个城墙 那个城墙其实很有历史价值 那城墙还保持得挺好 我们于是乎上去看影相 发现有人就在城墙上面 就浪衫的 一枝粥两枝粥 下面就在那里曬那些 就是海尾那些 忘记了它曬鱼干 还是曬什么 上面就在城墙上面就晒衣 也都很怪 城墙 正正城墙 后面就是一辣的屋 就是说在文脈保育那方面 其实是看各个城市 那个城市规划 或者城市的保育是怎么样 我觉得就非常浪费 一个这么有历史价值的城墙 是不是应该好好地去保护它呢 其实这些可以即时可以是有一个改进的 只要当地的政府在这方面做一些保育教育的工作 或者教育市民 就是不要去破坏文物 我想这些是可以很快都做得到的 另外就有一些就是假东西 那些团友仍然去到就不太敢买东西的 原来我们发觉 问他们为什么 他们说很害怕是假东西 因为看到城市是进步了 很多很多我们团友都说 十几年没来 十几年的分别当然就很大了 但是有很多团友 常常都上国内公干 或者做事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说 其实不是政治少庆的 很多的地方其实都改善得很快 是迈向那个进步得很快的国内的建设 还有我们发觉非常多楼盘 其实当地的导游都跟我们说 其实很多资金都去到他们那里 是发展的 在绍兴 所以在我们沿途里面经过 很多很多楼盘都在建 其实是一样好的 因为当楼盘建的时候 它带到它周围着 那个环境都会去改善的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次再有些其他旅游景点开国 都会和大家分享 今次再见 拜拜